文字幕君 其實那個 凡恩老師給我這個屏幕是最難講的 因為我們是經濟人 你如果來講說是要為了經濟 讓大家稍微辛苦一下呼吸 尤其剛剛早上山泉泉老師講的 會致癌甚至致命的空氣 那非常的麻煩 因為大部分的主流 甚至主要的任何執政者看到的經濟的產值 是非常的高 比如我們剛剛講石化產業 一年大概有5.6兆 那在我們36兆的產值裡面 比例是非常的高 那他一看到說如果不要石化驗 那他們大概就會覺得說 那整個經濟會怎麼辦 所以我大概底下就是把這個兩難 所謂的環境保護跟產業發展 那你怎麼做選擇 我們從另外一個經濟學角度來看 那那個看的結果就是 只要這個政策效益高於成本 我們就執行 如果不對那當然就是所謂的那個不該做 那為了講這個當然會先各位講說 經濟有用跟沒有用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個新資倒退回15年 經濟學者都可以跟你講100個理由 但是你叫經濟學者去解決這一個 我給你保證 解決不出來 所以這個是經濟學沒有用的地方 可是經濟學也很有用 經濟學很有用的地方就是 這個上次五年前英國BP幼倫在墨西哥灣 這樣整下去以後造成的污染 這個最近10月的時候才判 配上了將近6千億台幣 這個就是經濟學者去算的 所以我待會要講的就是從這個角度去講 可是這個顯示什麼 顯示的是一個如果沒有經濟學去幫他算 那這樣的污染 比如說一隻海鳥 那它的代價到底多少 我們經濟學是可以把它算出來 所以這時候就是某種程度經濟學有用 不過這個隱含的就是所謂的 這些郵輪公司在生產的時候 他們有考慮外部性 所以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外部性要內部化 這個是負面的外部性 叫外部成本 那這個呢 這個水稻田一片黃層層 在種的時候是綠油油的 那你看到的這樣的一片水稻田 它帶來是正面的外部效益 所以你的外部效益也要內部化 所以我們為什麼講說農產品 有時候是不該完全的貿易自由化 因為在貿易市場裡面 是沒有考慮到這些所謂的外部效益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進口的稻米一公斤才12塊 我們的白米價格40塊 如果按照市場競爭 我們就不要自己生產稻米就好了 我們的進口白米 可是如果你這樣去想想看 台灣如果沒有水稻田 我們的地下水就麻煩了 其實我就不見了 台灣沒有水稻田 你的那片綠油油的景觀 搞不好那個金城武樹的那條道路 就不叫金城武道了 你如果沒有水稻田 台灣的文化可能去掉一半 因為很多文化跟稻草是 水稻是有連結的 但是這些外部性有沒有在市場上去運作 沒有啊 那個叫做市場適應 那怎麼去校正這個市場適應 當然就是政府要去做 所以這是我大概主要講的 所以同樣的 我們當然也可以算 YES 抱歉我的永密 Facebook 你剛剛放出來的 我們就問的是 因為這是台中啦 所以我們當然就問說 台中的藍天價值會有多少 我們也可以算得出來 我待會就具體數值給各位參考 所以這個是大概我要講的東西 那這個報告的這個就過去了 那一開始還是要講一些基本的經濟的概念 經濟的概念裡面 它主要講的成本 是在講機會成本 它不是在講生產成本 機會成本的意思是指說 比如說之前國工石化要蓋在那塊濕地 它只講到國工石化投資6500億的 這樣的一個成本 不對啊 你要看的是那塊4000公頃的濕地 裡面如果你被蓋了所謂的石化工廠 或世世代代可以使用的 哪一個代價就是那個機會成本 如果這樣去算的時候 我保證那塊4000就不會去蓋 所謂的那個石化工廠 可是很多人都沒有看到 這個所謂的機會成本 這個在經濟學原理裡面就講 但是任何執政以後 忘了這個所謂的基本機會成本 除了基本機會成本之外 經濟學一直在講兩個 指標一個叫效率公平 我們剛剛講的GDP都是在講效率 可是公平卻很少去看到 比如說我們講貿易自由 絕對會造成GDP增加 這就是效率 可是貿易自由的話 當然強者越強 弱者越弱 這就是不公平性 所以我當然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當你的所謂的燃煤的火力花電之後 所引起的這個低的電價給這些工業 最主要是這些工業在使用 尤其石化業 那全台灣的這些消費者要受健康的影響 這個公平性要怎麼去所謂的衡量 所以當一個決策者 他如果思考的指標是擺在效率不擺在公平的時候 那就麻煩了 反過來講如果你把公平擺在前面的時候 所做的決策就不一樣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在所有的經濟發展過程裡面 當你的國民所得到某一個水準的時候 公平性我可能是比所謂的效率還重要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去注重到所謂的公平性 那講到效率Gilip Gilip一直往往被濫用 那你看所有的重大決策案都用Gilip Gilip那麼有效嗎 Gilip的計算方式當然就是所謂的民間消費家 政府消費家 所謂的投資跟出國進口 我們的出國進口加起來140% 非常的高 韓國差就是8%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 代表是台灣可能是早已經非常貿易自由化 那看你怎麼去檢測這個數字 可是Gilip有優點又有缺點 優點但是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強盛的程度 缺點就是我們講的外部性的問題 社會安全面的問題都沒有考慮 所以當你要用Gilip的時候你要小心 而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用Gilip 你看過去動不動所有東西都用Gilip 對嗎 當然不對 尤其是比如說電力需求 為什麼要講電力需求 因為大家講國六化電廠 它真好用Gilip 可是你去看台電所有過去的預測 這是它所有的每一年的預測 都比實際的電力需求量還高 為什麼它用Gilip去預測 結果它的電的預測越高的時候 它當然就要蓋很多的電廠 可是這樣對嗎 它沒有一次預測準確 為什麼沒有一次預測準確 因為它沒有了解Gilip裡面 在2005年改變了計算方式 那個叫三角貿易 三角貿易就是台灣訂單 台灣生產 那它算出來的Gilip是算在國內 結果有高達4%的Gilip是在海外的生產 生產就不需要電 這個為什麼剛剛講的 你的所有的用Gilip在計算的時候 會高估的一個問題 所以用Gilip代要審視 除了Gilip要審視以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誰拿走Gilip 你看Gilip裡面 我們大眾就是1100萬個勞工的 佔了分享的Gilip百分比逐漸下降 企業盈餘就是那些股東逐漸上升 所以你要看誰拿走Gilip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每一塊Gilip到底 台灣付出多少代價 我們說石化產業 佔了台灣4%的Gilip 可是你知道嗎 它用了多少 36%的能源 28%的水資源 超過1%的溫室氣體 如果你去算的話 台灣因為石化業 每賺一塊Gilip 台灣要倒貼好幾塊的Gilip 他沒有發現 當他講效率的時候 他只講總的效率 他沒有講每一塊錢的Gilip 台灣背後付出的代價 跟農業剛好顛倒 農業雖然Gilip不到2% 可是農業每生產一塊Gilip 我們的所謂的 生態環境糧食安全的效益 絕對超過一塊 所以在用Gilip的時候 當然要審視 更何況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他們說 如果火力化電燃煤改成燃氣 成本會上漲 電價會上漲 會影響經濟成長 那個經濟成長 就是用Gilip當指標 所以一定要把Gilip打破掉 這個Gilip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1950年才開始的 是兩個經濟學者想出來的 就一直被全球引用到現在 這個圖告訴我們是什麼 這是在Nature一個非常好的期刊的報告 他說全球每個人的Gilip在成長 可是全球每個人在1980年之後 就越來越不快樂 那當你用Gilip來代表所有的決策的時候 當然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用Gilip當然要小心 那這個市場機能跟這個就跳過去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要講的回應就是主辦單位希望講 經濟到底環保哪一個比較重要 所以我要問各位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去我們國家去減少溫室氣體 或是減少空屋排放 會增加廠商成本 所以不利經濟發展 這個論述是正確呢 還是你去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跟空屋 經濟反而可以增加成長 哪一個論述正確 我可以保證所有主流的經濟學理論跟學者 都是支持第一點 都不會支持第二點 這個你可以拿所謂的經濟跟環保 第一點跟第二點對抗 你也可以講說這樣就是一個危機 第二個就是一個轉機 你可以拿兩個國家 中國跟德國來看 德國就是做畫面這一個 在所有的金融蒙爆09年的時候 全球經濟最穩定的就是德國 他們很多的所謂的在地經濟裡面 有透過所謂的自己能源的 這一個太陽能的這種花點 也可以創造出他自己的經濟的這個產業 所以這兩個論述到底哪一個正確 那各位可以去思考 那我們做環境經濟的根主是誰 我們當然是認為第二個 那我當然就要具體舉例 為什麼會是第二個 所以我舉了兩個例子 以大台中要減讓40%的空屋的經濟分析為例 跟台中火力化電廠 燃煤改成燃氣為例 這個是環保署的這一個 所謂的公告懸迴例裡面年平均15 日平均是35 這個是中部彰化南投四個線 過去懸迴例的年平均值 那這個年平均值當然是遠超過 我們這個15的標準 所以你可以講說每一年都超過標準 不管這四個線裡面的哪一個線 可是我要給各位看的這個數字 不好意思沒有在簡報那個資料裡面 這是我昨天晚上才請助理算出來 是從05年到2014年 這是楓原 每個月它的日的懸迴力 超過35的毫克每1萬公尺的 這個濃度的天數 一年大概有這麼多天 比如說以2009來講 楓原地區365天有145天的天數呢 其實是屬於不良的天數 那後面會減少是因為環保署裡面的 所謂的監測的這個數據的改變 你看你從北部 我們從中部豐原開始 沙路開始 到大理 不好意思我們中興大學就在大理 2009有高檔快200天 天數的哪一個線路維力都是超過標準 然後再到西屯 再到彰化 到最後撲裡是最嚴重的 那表示說 詹長全老師前面講的 我們的所謂的中部地區 從台中到雲林這幾個中部縣市裡面 每一年將近有一半以上的天數 的環保違力都超過標準 那這是我們當然會問一個問題 到底標準是定的太高還是定的太低 還是定了以後 那超過標準的這個影響到底是什麼 那早上張全老師已經有所謂的報告了 那我們這個只是把所謂的環保違力的濃度 這是住院的跟呼吸道疾病跟心血管疾病 你去看那個趨勢圖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環保違力的濃度跟這個趨勢圖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門診的 這是每十萬人 那這個當然呈現了 就是一個所謂的健康跟空汙的統計數字 那因此大台中要減量40% 那要怎麼減 我們當然要有基礎的統計數字 就是大台中裡面PM2.5一年排放8122公噸 裡面它有來自這些不同的部門 那這些部門裡面 我們當然會對照比如說工業 工業它有這麼多的產值 這是百萬千萬億十億 2200多億 商業800多億 排放這些的懸弱為例 我們如果把這些的產值 除以這些排放的數量 你可以得到一個叫做所謂的環境經濟效率 以PM2.5為例 什麼叫環境經濟效率呢 以工業來講 它每百萬元的產值會產生多少 0.13%公噸的PM2.5 所以你可以把工業商業來做一個比較 那這兩個誰比較有效率 當然是商業啊 因為它每增加100萬的產值的時候 它排放的二氧化碳 對不起 懸弧為例 是比工業少的 那還有建築業 所以這隱然是說 如果今天40%要降低的時候 我們當然可以考慮效率 跟外部成本 效率差的 跟外部效率成本高的先執行 那這個當然就是有其他的細項 公務清澈細項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是因為如果今天要減量40% 我想說因為我們研討會辦那麼多 這個議題其實在各個不同地方 不同團體舉辦過了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具體行動 我們當然就是要減少所謂的 懸弧為例的數量 那你要減的時候 你當然會問說我們怎麼執行嗎 那這時候會有一個最基本的 學術性的問題就是 你的減量的數量跟濃度之間 到底是什麼 我如果大台中減了40% 我們前面講的 從豐原、西屯、大里 到所謂的中南 這幾個側站的懸弱為例 可不可以達到35%的 這個日平均的標準意向 都沒有回答了 那我們就要減40% 我們的基礎科學都沒有確定 我們到底該怎麼去 明確地達到我們所謂的 空氣標準合格底下的 那個貼數我們就要減 其實這個應該要有所謂的 具體或許學術性的研究 也要先出來支撐 所以具體來講 比如大台中 我們當然就可以 露天燃燒這個512公針 7%是很容易的 因為你要把稻草全部回收 而且還可以正面 稻草回收稻桿 還可以做所謂的生殖能源 其實你就減少了7% 你的道路揚程 這16%反而更容易 大台中一年空物基金有5、6億 你只要要求所有的廠商 在施工的時候 在道路灑水 這個就不見了 那你16加7就23% 那剩下的17%怎麼來 當然就是要從電力裡面的燃燒來 這個它貢獻了17% 如果把燃煤改成燃氣 這個就結束了 所以我待會就是要跟各位報告 燃煤改成燃氣的時候 那它的成本怎麼去計算 那當然鋼鐵業也是 可是這時候注意 我們這樣執行下來 是純粹就量的部分 對健康的影響 剛好是顛倒 每一公噸的玄圍力 或是每一個濃度的玄圍力 對健康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但是在執行成本而言 是剛好顛倒 這上面的執行成本是最低的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那講到這個威林老師人了一個 我特別去問了莊敏傑老師 他在美國 他告訴我是說 其實火力化電廠如果在紙報的時候 你降載它可以達到8.74%的效果 這個是他去模擬的 這個特別叫我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所以絕對不會是葉醫師裡講的新新聞裡面講的沒有效果 如果沒有效果那還要降載 沒有那麼笨的那個 那當然我們不希望他降載 為什麼 我們不希望他燃煤 就沒有降載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呼吸的空氣要靠手動來降載 或不是自動的就不是燃煤 所以底下最後就跟各位報告說 他們會說火力化電燃煤燃氣 這時候主流經濟學家又出來了 電位要漲 電位要漲 各位要付出代價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當然要給各位看一下基本的數字 我們剛剛講火力化電廠對大台中而已 我們還沒有算火力化電廠對 它可能也會吹到雲林 會吹到南投 我們純粹大台中來講 它佔的比例就是16.56% 一年排放了1300多公噸 怎麼去讓它那個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從火力化電廠燃煤改成燃氣 因為我們已經確定2050年的時候 這是立法院通過的條例 2050年的時候的溫室氣體 要減到2005的一半 我跟你講火力化電如果沒有全部拿掉 這個百分之百做不到 那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就麻煩了 你的貿易就會被制裁 我最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九月的時候 遠洋一月去給人家捕捉鯊魚 只留鯊魚刺 鯊魚的身體丟回去 違反所謂的IUU 就是違法的捕撈 歐盟就給我們一個換牌 你下次再這樣 我們就沒辦法出口到歐洲 同樣的你溫室氣裡沒有減讓 你的貿易就沒辦法增加了 出去啊 這不是就是我們所謂的要支持 第二個論述裡面最根本的一個理由嗎 這是最新的說法 這個是因為下禮拜跨國就是要開 全球的氣候變成而已 我們的署長說 我們2030的溫室氣體 也要到目前水準的一半 我可以保證做不到啊 為什麼 因為沒有具體的認了措施 你沒有宣誓我的火力化電 要燃煤 改成燃氣 甚至都不火力化電 改用其他的方式 你都沒有說我們要實施碳碎 我們要實施健康圈 這些外部成本內部 如果沒有實施 這個絕對做不到 那你看台中火力化電廠 一年排放多少溫室氣體 八千多萬公噸 那其中燃煤呢 裡面佔了五千七百公噸 台中火力化電廠的機組 有十個機組 佔全部全台十四裡面 就十四分之四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 台中火力化電廠 一年就排放四千多公噸的二氧化碳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給各位看一下 人家英國他已經宣布 要把他的燃煤的時候 電廠關閉掉 但是我們的還沒辦法 這麼迫力去做 那他的原因當然都是什麼 都是因為所謂的Gilipi的考量 那你看看他們自己發布的 火力化電廠如果關了以後 十年後二零三五可以減少三千八百名的夭者的燃煤 我想這跟葉醫師不斷講的 可能是類似這樣的一個統計數字 所以我們怎麼去把火力化電燃煤改成燃氣呢 我算給各位看 那個火力化電裡面 大概一年他發電的度數就是四萬五千百萬度 那他宣稱燃煤的化電成本是一度1.3 燃氣多少 3.92 這是2014的 2015呢 大概也是1.3燃煤 燃煤是3.12 然後就說 欸 漲了一倍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燃煤改成燃氣要漲一倍 這樣對嗎 其實我們可以問一個最根本問題 你知道那個電裡面哪一個部門使用 就是工業 工業戶的電價是我們民生的 電價的多少 這個當然各位去推就知道 當你的電價上漲的時候 我管正工業部門使用的電的度數 絕對比現在少 我們為什麼要用所謂的補貼的方式 讓工業將來生產 你就要跟他一樣民生用電的電價 那個電的度數自然而然就減少了 那我們去用裝品捷擾室 用POP的模型去算出來說 如果火力發電廠 它一年會造成15天的壽命 我們各位15天的代價有多少 如果你用84年的歲命來看的話 你可能15天沒有多少 如果跟你講說你只剩15天 可以活 15天的代價多少 會下的算子非常的高 那我們經濟學怎麼用 我們就把這15天而已 去算出我們每一天 到底可以產生多少產值 我用最簡單的產值 叫機會成本算而已 那算出來 它的一年就損失將近1400億了 你把1400億加上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要不要成本 當然要啊 我們用最基本的50塊美元的這個代價算出來 火力發電廠一年的代價是多少 630億 你把630億加1400億 換算出它的燃煤的真正成本 是1.28加4.12 4.12是健康成本 還有所謂的溫室氣體成本 所以它的真正的煤度的代價是5.7啊 燃氣多少 3.12燃氣還是會有溫室氣體 我們算出來是0.6 3.7C啊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電力裡面的成本 當你把它反映到市場上的時候 你再把工業用電的優惠取消了 我會覺得那一個所謂的對經濟的影響 就絕對不是那麼大 更何況未來的天然氣是下降 燃煤是上漲 這個各位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趨勢 燃煤的價格是上漲 燃氣是下跌的 所以最後這個結論 我就不用講 我只講建議 建議就是行動 什麼行動 因為我想夜市在這裡會待那麼久 就是跟各位講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但是要具體的行動 具體的行動 就是現在最好的時候 為什麼 所有的外部成本 沒辦法內部叫市長司令 誰要去校正 當然是政府啊 政府不去校正叫政府司令 所以現在是校正政府司令 最好的時候因為要大選 所以我們希望 所有的學術界跟公民團體 關心這個議題的要具體寫出所謂的論述 比如說我認為 就要求未來的執政者 誰可能執政你就要具體承諾 台中火力化電廠燃煤 改成燃氣甚至比燃氣更先進的 化電的方式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才有往前進一步的空間 我代表周桂田老師所主持的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的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最近在關心台灣這個空氣污染 相當嚴重的這個問題 那對於產業上做出一些建議 我們主要報告我會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總量到哪裡去了 第二個是哪些產業它急需要解決 第三個是我們帶進一個風險治理跟預警原則的問題 那所以第一部分我們看總量到哪裡去了 其實全台的PM2.5都是不及格的 這個很快就看過去了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意義 以2013年跟2014年來看 這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這手動撤站又是環保署認為他們最準的一個撤法 所以只有這個台東花蓮恆春 少數地方陽明山上 這些東西在WHO加了一下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推諱的 這是年平均值 那我們很有趣就是 當然你把總量排放拿下來 你會看到一個有趣的情形 綠色的部分在背後部分是 該地區所排放的一個總量 你可以看到中部地區 斗六、南投、褲子、彰化 這邊的平均值非常高 但是事實上它本身的排放非常少 那它的排放 我這個也經過校正 把那個硫化物、氮化物的衍生性都加進去了 所以在楓原、中明跟這邊 在台中地區 你排放的量 它是不是會轉嫁到其他地方 那這個總量到哪裡去了 如果沒有反應出來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 如果以火力發電廠 你可以看到PM2.5的傳播 是一個 絕對是一個非常跨境的問題 那它的貢獻度 絕對是不能夠按照 某位老師這樣子的來講 簡單講呢 你以這個 一月份的時候呢 它在其中的八天的狀況呢 台中是影響到中南部比較多的 那在四月的時候 它是往北去影響到這個地方 那埔裡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就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是為什麼 那它在十月的時候又變成這個樣子 那其他電廠也都有這個情況 那大家可以看到星達 高雄其實會影響到上面 那林口電廠它也有一定程度的往外的擴散 那我們來看清澈上來講的話 這是全台灣各縣市的一個排放量 經過衍生物的校正來講 這個字有點小 大家在講的話 這一欄是製造業 那這裡第一是高雄 然後再來是台中、桃園、新北 那可以看到它高度黑色的部分 是排放超過八千噸 那這裡是製造業 製造業高的地方就高 那製造業在細看裡面的話 這一條的話是電業 所以這台中火力發電廠 它的排放量呢 就整個會把整個平均值拉上來 所以你只要看這一條線 就知道說最嚴重的電力這個部分 是急需解決的 這回應陳吉仲老師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如果沒有解決的話 PM2.5降不下來 第二個就是石化產業 然後早上詹老師他們非常重視 我們這個石化產業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雲林就整個黑色的 所以它也被拉到前面上去 這是沒有辦法推位的 這是排放清澈 而且這排放清澈呢 是2010年的 現在2015年呢 環保署是答應說 年底應該要出來 那就等它出來 我們再進行新的 那照最近的政策上來講 大致上也如此 那這一條是早上比較有爭議性 就要講說運輸的部分 那運輸我再要補充一下 因為運輸在排放清澈裡 它其實有兩種啦 那地表陽成跟你的那個廢氣排放 兩種都要考慮 那兩種的毒性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事實上你的地表陽成 事實上是佔滿大一部分的 當然一個是線源一個是面源 不過總之來講 如果說我們三大區塊都要來處理石化業 電業跟交通的話 我們要看這個部分 關鍵的就在一些耗能產業 那你這些總量呢 我們可以知道將來要進行總量管制 目前PM2.5沒有進入總量管制啦 那未來應該是要列入 那從這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總量在管制的時候 它是依照你這個地區的線型的濃度 它有個計算公式 去加上你對於標準上 你可以容許的值 可是如果你按照前面這樣來看 你會發現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就是說其實呢 台中它只反映出這樣子 它會有一定的增量限度 可是事實上它的總量是跑到其他縣市 它並沒有在製造污染的縣市 那所以這樣的話 現在的總量管制 事實上它必須有一個硬程度檢討 至少你要畫到一個空品區的觀念來改變 這樣才能夠總之就是在這裡 會有一個克責崩潰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消失的總量你是克不到的 那如果你台中地區自己 反映不到自己的細旋維力濃度 那將來它的東西都在加益 那加益根本沒有這個排放的需要 那所以這個不符合風險治理的現況呢 事實上無法捍衛健康 所以至少這幾個地方要區界聯合治理 那因為我不談治理的部分 所以簡單講這邊就不再多說 所以至少要掌握這幾個數據 第一個是濃度跟總量 我想這兩個地方 要求環保署它是可以做的 也應該要公開 那我們有時候要很久 當然是氣而不捨而要 或許能要到 那這邊公開 但是我們很缺的是真正一個嚴謹的擴散模擬 而且這個擴散模擬也要搭配 早上詹老師講的這種擴散評估 這都是詹老師的文章 基本上現在他掌握的這些工具 封玫瑰圖都可以清楚掌握 可是他可以說一個人力量有限 或者是說不可能做那麼多的一個情況 除非官方配合 所以理論上來講 台灣所有的火力發電廠跟石化產業 都應該要做類似的研究 把它的擴散情況跟它的健康影響 整個把它圖連起來才有辦法 第二個我們從剛剛圖就可以看到 哪些產業急需要解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總懸浮為例來講的話 是車輛行駛的陽城貢獻的60% 這就剛剛提到的 所以說如果就總懸浮為例來講的話 道路確實是 這就是為什麼台積電會有掃路方案被批評 那他因為看到說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道路陽城 那如果就點員來講 點員就是固定的場所 像工廠這些的 他就佔12% 所以在總懸浮為例上呢 他可能第一個 確實要解決是 有點在車輛這邊沒有錯 可是你要看衍生性的部分呢 衍生性的部分 主要供應就是來自電力業 線源就是交通 他因為我們有對二氧化流進行過 很嚴格的管制 那電力業這邊佔了 大概超過固定污染源四成的部分 再來是化學材料製造業 兩者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一半了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急需解決 而且二氧化流的極度性就非常的強 那在氮化物的衍生性上呢 移動污染源呢 是有佔4%這也是交通的部分 但是呢在點污染源上它也佔42% 所以在電力業跟化學材料製造業 又再次的提醒出現在這裡面 這也是今天一直看的 絕對是電力跟石化產業 急需要改善的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電力跟 我國的電力跟燃氣供應院的這個 能源效率偏低啊 簡單講就是我們能源密集度偏高 那中國這邊剛剛正好陳老師有比較 你拿中國跟德國來比 就可以發現很大的差異 他用0.61噸油當量的 只能產出1000美元的GDP 但是呢德國是在0.1噸油當量就夠了 那我們台灣是偏高的跟韓國一樣 那這些國家都在大量的改善 那所以在我們效率這麼低之下呢 我們其實應該積極規劃天然氣 這個結論也跟老師一樣就不在贅述 不過我補充的是說 我們在依賴這個藍煤電廠 你看在前十大的裡面呢 藍煤藍煤藍煤 重油更是非常高的這個 那藍煤藍煤 在這大部分的發電廠它產生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遇到一個困境是 如果你不改燒天然氣的時候 它在目前燃燒煤的狀況下 他們估計出來 其實你改善的空間是有限 那這意思是說它不改天然氣之下 如果只改煤啦 所以就是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你改繼續用煤的方式來燃燒是走不通的 那有學者指出 它其實得花這些 這剛剛陳老師有講 但是這種推估思維其實還除了陳老師剛剛講的之外 那還有一些點 這個因為政府喜歡說 如果你污染大就緩何能 所以我何能走 這個不談 它其實在推估上是這個樣子 它對全台做一個模擬性推估之後 它再看那個當電廠的貢獻度 這就是他們一直估那種1%點多的一種貢獻比例 但是事實上它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這個是以全台灣為分母的一種貢獻度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們想像有一個國家 它人口都住在這些地方而已 它這裡有一個火力發電廠 或者是說石化產業 那麼它的污染呢 其實都一天到晚在污染這個地方而已 但是呢如果你照這個算法的話 它是把這些策戰 這些全國的東西都拿來除 然後看起來不太高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吊詭 因為明明知道我們前面就看到 這是一個陷阱 我們前面有看到 其實你應該要7月的時候是看它對埔里的貢獻度 4月的時候看這邊 4月的時候看這邊 就是說當你有這種擴散的情況 那你把花冬這些花蓮都沒有影響的地方 拿來當分母不斷的除 我想大家有數字概念就知道 這樣是可以算出一個偏低的結果 但是事實上在這個城市的人 我們就假想說這就是中部地區的人 我們這些中部地區的人 那它就是人壽價 那這個比較大的城市 我們想像的是台中 那也許它甚至是比較跨過台中的 那這個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看到說 看外電業之外 我們看到石化業上面也是有這個現象 那因為這個地方 陳老師有詳細的指名 所以我也不再贅述 總之就是說你不能夠表面的就講說 石化產業在拉動台灣整體的經營 因為他們最喜歡說石化產業 什麼火車頭之類的理論 我想這邊不贅述 大家應該已經知道 這是一個不太精確的說法 那我們現在延伸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電業交通人員密集產業 這些濃度數據 都因加強健康影響評估之下 我們馬上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以現行技術的標準的話 很可能它還是不足以捍衛健康的 因為現在廠商 現在的一種管制標準 我國還採用的是叫做BACT 就是最佳可行性技術 意思是台中火力發電廠它藍煤 藍煤現行可以最乾淨的技術就上去 所以它目前來講 一個經濟部工業局2014年的說帖 是說目前高高平地區的石化產業 電廠都已經符合BACT 無法再達到環保署的減量要求等等 那這個其實是台灣一個困境 因為台灣有特殊的一個地理上的因素 因為在這樣子面積的一個國家裡面 有三千公尺高山的一個狀況比較少 那在氣候水溫等等因素 我們事實上必須面對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有可能真的要定出 比國際上略嚴格的標準 這個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來解釋 其實現在很多官員他喜歡講說 國外也沒有禁燒深煤石油 國外標準都怎麼樣怎麼樣 事實上我們可以理直氣壯跟他說 台灣就是應該要考慮要有更嚴格的標準 那我們最後要談到治理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看到風險治理的概念工具來講的話 在Styling裡面現在國際上會採用一種分析的方法 我們會看到這四個區塊 在目前的政府他擅長處理的就是這塊的部分 或是說他樂於處理的是這塊部分 就是目前科學可以進行相對準確的風險評估的已知知識 然後用可控制的風險事項來衡量這件事情 可是事實上在談到台灣的能源產業跟這整個轉型裡面 必須看到他有一些是科學還在研究的部分 目前的科學有能力進行風險評估 但是他很可能沒有做 例如像剛剛我看到那個火力電廠的擴散模擬來講 麥寮的氣電工程電廠就沒有做擴散模擬 長生電廠、民間電廠都沒有做擴散模擬 這樣的話你的火力發電的全台模擬能準確嗎 那你再加上用全台灣當作分母準確嗎 我們確實你有一個數據應該是全台灣當分母的 因為國家可以當一個單位 可是地區也要當單位啊 你的報告是不是如果今天是要通過 dissertation的話 我的口尾應該會質疑我說 你為什麼沒有叫高敏感地區的貢獻度呢 你都拿全台灣當分母是對的嗎 那另外一種情況也是我們要面對 這個也是剛剛陳老師的這個 我們經濟是一種價值性的選擇 科學上有能力進行評估 但是在價值爭議上 我們很可能要面臨一件事情 你到底要選擇的是一個乾淨而且永續 留給大家健康的環境那樣子的一個想像 一個那樣在農田非常美麗的一個台灣 我們可以輕腳踏進農田的一個台灣呢 還是那個一個非常機械性的污染性的一個台灣 這個東西可能我們要進行價值性的討論 然後再來就是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會看到一個困境 因為過去台灣發展的模式之下 是一種發展型國家為經濟發展科學主義導向的情況 所以他比較習慣於處理這種問題 然後就是說丟給數據 雖然數據常遭遇到挑戰 但是他還是不去處理這三塊問題 所以只要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很可能官方就會給予一些 比較讓人生氣的答案 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可以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公民可以透過力量 就像這個1226的時候 要替葉醫師一定要強調這個魔術數字 1226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從這兩端 去把整個台灣的空氣汙染治理 拉到一個全民跟政府都會關注的一個程度 第一個要引進來就是要把科學不確定性 引入預警原則的概念 也不要告訴我說 我要十年才能做出火力發電廠 對全台灣的四代健康影響研究 不用了 你詹老師那幾篇就已經足夠你要採取行動 再來就是積極的公民參與 我們需要有一個積極公民參與的 去把這些價值的事情 談出來 談清楚 議題化 讓所有的學生 就能像當初 國光石的話一樣 或者用白海豚 或者用任何的形式 去讓這些東西 能夠進入這個藍線的範圍 都要來進行管制 預警原則一定要談一下 它就是說有一定的程度的科學證據 就應該要採取行動 來對人類與環境造成生命危害健康的這些行為 造成 來做即刻的干預 所以在預警原則之下 你就會看到 其實中部地區普遍性孩童 血童致孩這些的研究必須要啟動 許座分校的學童就是絕對不應該要回去的 你一遇到官方國衛院 甚至會大張旗鼓的去質疑詹老師的研究 是在uncertainty這塊 不過 我們就不管說它是怎麼樣子 就是有這樣證據的時候 應該就要即刻採取行動了 第二個就是火力電廠 還民間電廠的擴散模擬 你還是要結合健康影響評估再立刻做 你不是說只有擴散完 然後就是 就這樣就是跨境的問題 那像南投地區 他們現在也有一種說法說 它都是交通 都是國道所造成的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子呢 其實你應該要積極一點做 原因調查 我知道有委託一些老師做 但它的全面性跟方法論都不太夠 我們談到說 為什麼我們國家目前治理 是陷在這種困境裡面 它其實是用發展型國家過去的思維 那有趣就是說 它過去為了後勁追趕 所以呢 它是刻意的干預市場 跟透過社會不正義的結構 集中部分資源去發展特定部門 所以它在經濟上做成一種落後 那個後勁追趕的國家形式 這也就是剛剛上一篇 陳老師講到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補貼這方面的東西呢 都非常的多 然後會阻礙我們現在創新發展 它的後遺症就是經濟發展至上 治理技術獨大 政商資本結構 看到說台灣現在你根本不可能去 不是就很難去對付台塑集團 它的政商結構的脈絡是如此的 如此的這個深厚 那遇到技術治理 每個人都跟你談那個數據 然後告訴你說 多吸一口 你要吸100公升 你才會死人 你要吸多少 你要吃多少毒 才會怎麼樣子 這種 這種技術治理的一種思維 然後再來就是 所有的政策呢 我們上位都是一個經濟發展 下面才來考慮環境 不是說我以一個永續發展為架構 我下面再來考慮經濟發展 社會發展綜合性的可能 那它會發展的困境就是 用明朝的劍斬清朝的關 它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過去在670年代 台灣透過這種 發展型國家結構造成了一些 這個經濟成長沒有錯 可是它現在已經非常大的 阻礙到台灣的創新 阻礙到台灣的國際化 像剛剛老師講到 我們的貿易這些東西 逐漸的被制裁 你根本沒有辦法國際化 那個年底巴黎要開COP21的峰會 你這個出來之後 很多國際規範 我們要去遵守 你不能夠只在意 這個表面GDP的數字 所以呢 現在台灣面臨困境 那這方面就是 全球化市場 自由主義經濟的干預之下 市場干預 我們已經做不到 我們在中國的挑戰之下 我們根本不可能 再去壓低社會成本 一直停留在 甚至還有人很希望 再調低一點的這種狀況 來跟中國的人力對抗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來就是社會覺醒 我們絕對不可能 再用低薪資 然後漠視勞工權益的方式 來發展經濟 那這種後進追趕補貼的 擅長的工具 優惠減免補貼 還有風險轉嫁 風險轉嫁呢 也就等於就是說 它外部成本 從來都不內部化的 這樣的思維 已經是不能夠 來面對我們台灣 要繼續操克這個 困境的一個方式了 那所以這邊我們唱一種 反身性治理的一種形式 其實這就是德國啦 丹麥他們過去做到的事情 它其實就是 開放政府跟參與市的民主 透過不斷的反省 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行動者問題 來進行一個改革的措施 就是不是發展型國家這樣模式 那我們必須面對的就是說 人民的健康權跟環境權 應該是最被重視的一點 當我們接下來做的健康影響評估 很可能會面臨到 確實我們都已經達到最佳技術 甚至改燒天然氣 也有這個可能是沒有辦法 捍衛中部地區民眾健康 甚至說全台灣的民眾健康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對高風險前市地區 在某些季節時間 要比其他國家嚴格 這東西我們必須在價值上 願意選擇 讓我們世世代代都活在一個更好的台灣 尤其我女兒現在一歲 非常強大的感受到 真的是要留給他們一個環境 是他將來不需要戴著 防毒面具口罩去上學 我真的非常嚴肅的感受到這個急迫性 那全球很多國家可以看 我們真的是希望將來民眾覺醒 推新的政府一把 讓他們知道這個問題 其實以色列靠著他的水跟農業 他的再生水 他已經可以做出技術輸出跟轉移 不管在專利上或者是建設上 帶進非常多的經濟效益 丹麥也是他的畜牧業 他的養豬的方式 在再生能源上得到很大的發展之外 他也能輸出 那更不用說荷蘭跟德國的模式 所以我們照這個結論來看的話 很快就是說 其實我們照目前的總量管制 未來一定要促成他納入PM2.5 再來就是說 現在的管制真的也是要檢討 不能夠以這樣空評區跟各縣市 來分折的來處理 那在這樣之下呢 應該要推動跨越地方治理的一種形式 地方政府必須搭在管制上是符合風險現況 第二個就是這三種產業現在改善非常的急迫 我們要做好一個面對是說 我們要把健康風險評估做清楚來 然後做整個產業性的預警原則介入的一個措施 這個比如說禁燒深煤石油膠 這個立刻可能就要趕緊的認真去推動 那我們剛剛也在吃飯談到 事實上 他們就是知道不敢真正做全台灣性的健康風險評估 也是有這個可能 那我們是希望新的政府可以面對這件事情 真的把它做下去 可能答案會很恐怖 那如果這樣我們也必須面對 因為這是我們台灣永續世代的問題 再來就是政府必須去注重到 在科學不確定性跟價值辯證的一個問題 最後一點就是台灣的這個空氣品質要改善 必須從預警原則跟經濟公民參與 我們要提倡健康權跟環境權來拉動經濟 而不是在注重表面上的GDP導向 這樣子的來做一個治理的一個變遷 我們現在這樣子的空污 好像是在很多很多都是在合法的狀況下產生出來的 也就是說它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合法的 可是呢就產生出來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呢這個我把它叫做制度的危害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制度之下 訂定這樣子的一些法規 那這些法規呢就創造了出來這樣子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裡面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呢可能是我們要修法 第二個呢就是說 我們剛才那個台安也提到說 其實可能我們沒有完全的了解到 那個原來的那個法規跟原來那個制度的原意 所以這個地方呢 這個我最近一直在教的東西 是叫做Social Entrepreneurship 簡單的講就是社會Social Change 社會改變 社會改變呢 我們要強調的是社會正向的改變 社會改變有很多種 我現在變成這樣子的空污 也是透過不斷的社會改變的一個結果 一個結果 所以說呢 社會改變的概念 是一個概念 但是呢 我們現在比較常用的一個新的一個口號 或者一個思維 叫做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叫做社會創業 或者是叫做社會創新創業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社會創業精神 就是說它可以是一個實際的 它也可以只是一個精神 但是它重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改變這個社會 而且要把這個社會 像一個正向的改變 那這一個思維 所以會提出來 其實它是對應 我們現在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這個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反思 就是說我們經過1980年到現在 這麼30多年的這樣的一個資本主義經濟思維之下 有一些我們想要一些改變 那這個改變的過程裡面的有一部分 一些小小的思維 就是從這個社會經濟社會創業這個角度去出發 那社會創業要改變什麼東西呢 改變這個第一個叫做社會的結構 它叫做Social Structure 改變社會的結構 第二個呢 要改變社會的制度 我們今天談到的比較多的想到的都是制度 都是制度面 就是Social Institution 第三個呢 是要改變社會的資本 或者叫累積創造社會的資本 最後一個呢 是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呢 我認為說它本身是一個改變社會的動力 所以它可以透過它去創造社會結構 社會制度、社會資本的改變 今天早上 我們有一位那個葉醫師 他特別提到說要這個社會運動 其實呢 我也贊成用社會運動 因為我等一下後面兩張的那個投影片裡面 我在昨天在家裡面也提到這個東西 但是呢 社會運動也不一定非要是武的 社會運動也可以是文的 像今天早上那個余醫師 他們在嘉義 那個是一個社會運動 那是一個 他在做一個Social Change 他這個Social Change呢 是改變這個社會的制度 也就是說 你現在的制度不Function 所以呢 我自己用另外一個制度來替代你這個制度 所以說呢 這個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用社會運動和社會制度呢 用社會運動和社會創業 去改變制度 它可以去 大家可以思維很廣 就是我這邊講說 它可以包括生活型態的改變 我們如果說 如果說每年台灣每年11月到3月 它氣候就會是這個樣子 氣候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空氣就會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說呢 這是一個 如果是一個定型的話 那這個要改變 你必須去想說 很多很多的事情 工作 工作 上學 休閒 作息 等等等等 通通都可以去改變 我這邊 這個 這個同學沒有幫我打出來 我常常 我這邊有講說 我這邊有一個假設 就是說 這種什麼叫做這種制度的改變 很簡單 如果說 如果說 我們11月到明年的3月 就是空氣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在這個地區的 大家說 這只是我今天的一個想像 我們是不是將來 就把我們的 所有的學生的假期 通通放在這3個月 那就是一個 institution的改變 所以說呢 讓我們的這些小朋友呢 不要受到這個危害 在這段時間呢 招個時候 去他 台東的阿嬤家 什麼各個地方 這就是一種改變 就是說 你的整個的 工作 上學等等等等 很多 都可以想到去改變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聽了 有很多很多的 很好的 不管從經濟的 健康的 產業的 工衛的 等等 我常常講說 這都叫做知識 但是 知識是不會主動產生力量的 知識是要經過人 要經過人 社會運動就是 人在推動知識 讓他變成有力量 所以這個是 今天聽到現在的一個簡單的感想 後面呢 是我兩張在家裡面寫好的 我本來是想勉勵我們主辦的學校 但是我現在聽起來其實大家都可以一提適用 也就是說我們最近 我參加了很多的 一些研討會 一些說明話 他其實都在強調大學的定位和角色 大學的特色 其實重點就是在什麼 就是在說 要change這個大學這個institution 其實台灣的整個的教育的這個制度 或者教育的institution 都應該前幾天 都應該改變 那要怎麼改變 他強調的就是 要問題導向 實務導向 問題導向 實務導向 我們現在這個空屋 是不是一個問題 是不是一個實務 所以說 我們就應該往這個方向去導 去改變 說怎麼樣去改變 我們這個 所以這邊就需要創新創業 就是你要去想 所以說那這邊就開始提到說 我們有很多的科技 比方說剛才談到有工位 經濟 管理 這都是我們傳統的科學學門的分類的方法 可是呢 他不足以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 就像我們剛才講 我們現在的制度 不足以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 因為剛才那位 這個我們的準博士講得很好 我們現在的制度都是 發展國家 或者在發展中的國家的一個制度 所以說同樣的 我們現在的科學也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以前 我們就是 這個是經濟學 這個是這個什麼學 這個學什麼學 這個是不夠的 所以說 現在要強調叫 multidisciplinary inter disciplinary 還有呢 就是trans disciplinary 也就是說 尤其是最後一個 就是說 我要 我要把那個學科 我要把那個學科 把它互相的結合起來 不是只是結合一部分 或者不是大家站到一起 大家站到我堅持我的立場 你堅持立場 然後我們去得到一個解決 那個解決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所以說呢 要真正的做到trans disciplinary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 我這個學 社會科學的 我一定要去跟環境科學的 要互相學習 我要從你 你要認識到你的科學 真的在思考什麼 我的科學真的在思考什麼 這樣子才會真正的去 面對問題 實務導向的解決問題 這個可以怎麼去融合 就是在問題上面 在實務上面 共同的學習 就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說呢 這個問題呢 基本上 我這邊是寫的 它是很實際的 它是長期的 它跟我們健康有關係 它跟我們保險有關係 它很有趣 今天就有談到健康 保險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呢 我這邊 當初想像的是說 這個學校 當然我們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 就是說 你自己 有沒有可能 今天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真正的問題導向 事務導向 我這個學校 我就把我未來十年的問題 放在這一件事情上 然後我把所有的相關的科學的人 統統找來 然後我們一起 針對這個問題 來做它做十年 這個樣子 不是在 就是要做它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呢 這個做 就是要面對 要教育 要解決 所以說 它要改變的東西很多 它要改變教學的思維 上課的方式 教材行動 還有社會運動式 等等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常常在講說 我們傳統的教學的方式不好 我們要革新改變 要翻轉教師 所以就像這樣的一個課程 比方說 我剛才今天聽到那個 余醫師的那個 在佳營的那個 我覺得非常好 那是不是我們今天社會 這個你叫做環境 環境管理研究所 余醫師你就 你那邊的工作人 有興趣的 就推薦一個到他這裡來 他不需要到他這邊來上課 他就在那裡繼續工作 但是呢 這邊就掛學分 然後呢 每一個月呢 或者透過網路呢 就跟老師去商量 我就實際的在操作 這就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呢 很可能就是說 我有一個學生 他就是想學老師 我就是 他也不必他去當他的老師 我就繼續的告訴他 他就繼續的給他的學生講說 我們現在因為有這個問題 等等等等 我就把它編成一個教材 教我的學生 怎麼樣怎麼樣 每天這樣子做 這個就是說 這個大學他的課程 不再是像傳統的 要來選課 修課 上課 住在這個地方 而是一個整個的改變 他是真正的 在一個問題上面 在實際上去做 我跟你講 這個教育部現在正在推 所以說呢 你可以去申請 可以申請到很多的錢 所以說呢 這個地方 我這邊可以建議說 今天因為聽了 我覺得不見得 只是這一個學校 我們所有的人 都可以去思考 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這樣子的去改變 這樣子 我們的那個社會 當然這個只是從 我這邊提到的 都是非常從基層的思維的方式 去做那個social change 然後每一個人 大家都做這樣子的一個正向的social change 做這個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就是社會的創業 那我們就可以慢慢的累積 那這個呢 其實我剛才再強調一下 這個其實是我目前 或者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世界上 有這樣子的一種 在反審 反思 這個現在的 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之下 所創造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藉口的 一個反思 一個制度的反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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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